大家好,我是封面新闻的记者猪猪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青州市的全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 这里是全球首个U型工艺的码头 那么我右手边是有4个10到20万吨级的一个博位 那么在博位上面有排列了12个全自动化的双小车的岸桥 集装箱码头其实是我们整个西部路海星通道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来自四川 重庆 云南等地的货物通过我们的铁路运输 抵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铁路的一个中心站 然后再通过我们整个自动化码头的海运的方式运送到我们的东盟地区 那么据我了解这也是我们穿货出海的最便捷最高效的一个运输的通道 我们的项目分为两期建设 一期是10万吨级的博位 已经投入使用了 二期是20万吨级的博位 也即将投入使用 总长1301米 首先我们这个码头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我们是全球首个使用U型工艺的码头 我们U型工艺具备多点装卸交通隔离的优点 第二个是铁路中心站就在我们码头的后方 在地理位置上 在实现海铁连运的地理位置的优势 我们也于6月30号 经过双方的沟通 拆除了区域维网 实现了区域体化 看视频上封面